上回给大家说完芦荟以后呢 话友们跟我说老花一你给我推荐一个能吃的 就能做面膜的芦荟 那我推荐的呢这个就是库拉锁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可以做面膜的 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再打开看一下 非常的晶莹剔透 一般呢市面上卖的两种芦荟是比较多 一个是不叶层一个是库拉锁 看没 这种感觉 就黏糊糊的跟鼻涕一样 这个东西呢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还有一些个保湿的功能 还能紧致皮肤 说是这么说 有时候话友说怎么养 你养的时候尽量多买几个 多买几个一块养 有条件的话就地灾 他不喜欢强光的一个猛赛 不喜欢强光的一个猛赛 没事 你说话友说 你猛赛也不至于赛事 您现在要做的是让它长大 怎么长大呢 首先大家收到芦荟之后呢 大家就可以看一下自己的一个花盆的盆土情况 如果说像这种就可以换一个大盆了 它原本是泥土 不用担心 您就直接入个大盆里边 今天那我选到的是一个比较广的一个盆 为什么呢 你可以看下面这里 它这个根呢是往铺了长 然后呢会长这种像笋一样 就像竹笋一样 这些个都会是未来的一个新的笋芽 因为芦荟这是它的特性 是这种群生 到后期这种长得好了 你也可以给它分猪 这个也可以不分猪 这个完全看个影 那咱们如果说养的话 都是以实用 还是做面膜为主 接下来就教给大家 怎么让它养得更大 首先呢 咱们找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盆 可以的 但是您得拿捏一下胶水的注意 不干别老胶 它不需要老胶水的 加入一部分底土 我用到的是老花衣的通用汇方煮 它对于土质的要求并不高 这个就是进口的泥炭了 接下来呢 我要给它加一些底肥 庄家一直花全靠肥当家 我用到的是一个绘丸的缓食肥 可以多来一点 这个不快 反正不烧花 没事 多来一点没有事 有话说你咋的放那么细 因为我想让它长得更大 更活状 肥料多一点就没什么事 不过花儿没有 盖它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 肥料并不是越多越好 有的时候太多了会烧花 加入一部分的底土 以免与根系的直接接触 等到它根系涨下去 让它自己吸收去 这个肥力够握的了 把表面的这个土去掉一部分 不需要 这种土都不需要 后面就不管它了 放到中间吧 好了 别的没啥了 我现在就 静等它养大 养大一点 到时候养一个大大的大楼会出来 别的没啥啊 有的话我问怎么养 你就注意一下别强光的一个爆菜 如果说您室内有条件的话呢 你就放到一个东阳台 或者西洋台就足够了 之后呢 它的一个养护 你把它往哪方面想的 就像玉露一样 你晒它也行 但是呢 尽量别猛晒 它后期会长高高啊 长高高不行了 你就给它砍头 有的话我见以后 它长那么高的 你给它砍了不就行吗 这样砍 砍了 要它从边上再生一群的出来 你只要肥力给上 肥料给上 这都呼呼一个劲的长 下去不用用了 浇水呗 就浇水的时候 往水里面稍微加入一些生根液 我是为了让它更快的去浮盆 我用到的是会玩的强力生根液 加入一点就行 别的没啥 就浇一遍水 也可以不浇 过两天再浇也行 它对水的需求没那么多 可以过两天再浇 但是浇水的时候 不要往这个芯里边浇 这种叶斗里边 你浇上水以后它容易烂 你注意这个点就行了 好了 别的没啥了 我现在就等着给它养大 养大了以后 做面膜 哎呦呦呦呦 滴水了 有关于盧桂的一个养货 简单给它分享这儿了 当然了 你们如果用盆的话 也可以用稍微深一点的 我是个吃货 我想它那往多了涨 到时候有小的分出来再说 这老外衣 我最容易 一片盧桂的一个养货 分享给了大家 接不住就点个赞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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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